大家好,今天要介紹夥伴包打廳 送禮到自己可以學習口才100經驗 好感滿會觸犯任務,要和花絲娘要一件事物 這邊要先送禮加花絲娘好感,不然沒有辦法拿到事物 拿到後就可以回任務了 加入後會給一本秉吉市井拳法 包打廳避力比較高,適合放天工坊 最後提醒一下,包打廳跟結合後的花絲娘放在隊伍上 會自動離隊 即使回無名小村也找不到了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,我是劍龍,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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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